大家好,我是游钓行 今天我们来到深中湖 实际上是昨天晚上来的啊 天黑以后呢,打了个割烟窝 了解了一下,这个地方啊 这两天没口 很多钓友还空军着呢 有一位钓友问了一下 他来了两天,他还是空军 鱼户还没下 看来麻烦了 但是来的来的,还得下杆啊 我昨晚打个割烟窝 是我自己煮的麦子 看看效果如何啊 有口就有口,没口就没口了 那没办法 吊了两个多小时了,确实没口 我开始打散炮还是没口 这就卸了门了,气温这么高 打散炮两个多小时 竟然连小杂鱼的口都没有 这不由得我想起了十多年前 在深中湖钓鱼啊 大白条都是二三两一条条的 就是这个季节啊 我记得,只要你愿意钓大白条 一上午啊,能钓二三十斤呢 什么红尾啊,鲤鱼啊 每次来深中湖啊,钓上三天 都能钓上几十斤,甚至上百斤 如果你三天钓了二十斤 都不好意思说呢 可是现在呢,钓三天 空军的钓友啊,是比比皆是啊 所以我说深中湖啊 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一个主要原因呢 就是钓鱼人一年比一年多 凡是能够安置钓位的水边了 几乎每天都有人在钓鱼 而且钓鱼的手段呢 是越来越先进 好的钓鱼方法和技巧啊 被越来越多的钓友啊所掌握啊 比如用几十斤内玉米打频率 泡窝,又来一大群撬嘴 然后呢,就连杆上鱼 这种方法掌握和使用的钓友多了 可以把一个水域的大部分撬嘴啊 钓上岸了呀 水域的鱼的密度啊 会越来越小啊 另外呢,歪门邪道的钓法也屡见不显啊 比如用低沙死把虾给堵翻了 引来一群红尾鞘 然后用虾钓 一次呢,半个小时之内呢 就能钓上几十斤 还有的啊,用泥丘打窝啊 钓撬嘴,钓红尾 一旦把鱼又进窝 短时间就能钓几十斤暴户呢 还有就是几十根海杆 这种海杆镇的钓法 以上啊,多种原因 使深中湖的鱼的密度啊 已经大大降低了 所谓过去被钓鱼人战意的钓鱼天堂 现在早已成为空军的基地了 虽然说空军基地有些过啊 但空军的比例确实比过去大多了啊 可以说过去只要你来深中湖钓鱼 即使天气不好也很难当空军呢 因为大白条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啊 他也能开口 也会吃的 即使你不会钓鱼 或者是一位新钓手 也会有疑惑的 空军是一件很难的事 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事 现在呢 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事了 好了,我不再感慨了 咱们换个钓位看看吧 不能老守在一个没有口的钓位上 是不是啊 没有口怎么办呢 咱们就钓飞铅 我现在把铅呢 把它撸上去 差不多撸了有一米 半飞铅吧 因为水深可能有四米左右 然后撸了一米 小飞铅 这样的效果可能会好一点 上鱼了 一个小翘嘴 不信 没了抠啊 你们钓得如何吗 都没钓到 几天都没钓到过鱼 都没钓到鱼啊 不好钓到鱼 你们钓了两天一条都没钓到哈 这位钓友啊 钓了两天 空军呢 走了 刚才说了 一条也没钓到 上面一个钓友 他们一起的 哎呀 看来确实难钓啊 这个鱼啊 就这种白条过去多得很 现在都很少了 不过还算钓了一条啊 小翘嘴 就是这么大的翘嘴 还能钓几条 又是个翘嘴 翘嘴 只有翘嘴 没别的鱼 只有翘嘴了 没有别的鱼啊 这个大点啊 这个是个黄尾 没带钓带钓网了 钓网放车上了 有点过一句 累了 有点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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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 Into Your 不小吧 你看在中午之前还有那么多钓油 现在都走光了 下午还有一下午都没人钓了 不好钓啊 算了我也收钢了 咱们也不钓了 看看有多少鱼货啊 鱼货少得可怜哦 就这鱼货 有几斤啊 有两三斤鱼 就这一条有一斤 红尾大一点